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18日 星期二 來到接近深夜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是深水埗奪命菌類被追的情況好像越來越嚴重 加因袁國勇的團隊在部分患者的家中檢驗病毒 剛打完封過後 衛生署都指土壤污水都非常高危 可能都擔憂有爆發的情況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邊廂黃大仙有個9歲的男童墮樓 我們一起了解最新的特發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敬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港大元國勇揭發住戶的浴室水龍頭和花瓶都含菌 中心就指通知了水務處檢視那區供水系統 有關這個奪命菌在深水埗爆發的情況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在今天10月18日表示 中心邀請了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員國勇的團隊一起參與環境調查 團隊在個別患者的家裡採集了31個環境樣本 當中在一個住戶採集的兩個色紙樣本 對淚鼻椎柏克氏菌的核酸檢測呈陽性反應 包括一個從浴室水龍頭的色紙樣本和一個花瓶內壁的色紙樣本 據中心了解 香港大學的核酸檢測的敏感度是極高的 而那兩個陽性樣本所檢測到的細菌含量極低 可能是殘留的細菌基因片段 不排除是病人早前所帶的細菌污染相關環境 綜合環境調查結果中心認為現階段未有證據顯示 個案的感染源頭來自自來水 不過鑑於香港大學的陽性結果 為了審慎起見 中心已經通知水務署 以檢視該區供水系統和過去三個月的維修保養紀錄 水務署檢視過後並未發現在過去三個月 該區有外來物污染供水系統的事故 而在相關的配水庫和那區的食水樣本的化驗檢測 也都一直未有出現異常情況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袁國勇的團隊就在部分患者的家裡採集到 檢查到病菌 雖然含量極低 但不排除之前的患者把細菌帶到相關環境 另變相 加一剛剛打完風 之前已經有說過 這個奪命菌在打風下雨過後尤其嚴重 儘管不會人傳人住 但在說土壤和污水都可能是傳播途徑 有機會就是水務署要啟動更加頻密的鹽水 並且深水埗會否爆發奪命菌 仍然要看這幾天的最新變化 我們會繼續緊貼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黃大仙捉完南村九歲男童墮樓 當場死亡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今天10月18日下午1點多 警方接獲黃大仙捉完南村翠原樓的保安員報案 指一名九歲男童倒臥大廈對開位置 懷疑他從高處墮下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證實男童當場死亡 經初步調查 相信他從上指一個梯姦墮下 警方在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報道還未說 有沒有聯絡到九歲男童相關的家人 暫時未知甚麼事 是否自殺還是另有內情 仍然要繼續跟進 怎樣說都好 但願死者安息 亦希望不要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另一則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旺角六輪撞戒款車 警方要何槍戒備 報道的內文是感假今天 10月18日傍晚6時多 一格綠色小巴28號M 由旺角尼敦道左轉入快庫街 同一格停泊在路邊的戒款車發生傷臟 事件中無人受傷 現場消息指戒款車當時有一批現金 所以在發生意外過後 多名身穿避彈煙帶頭盔的警員 是持長槍戒備 氣氛緊張 警方正就事件展開調查 話說小巴撞到戒款車 本來可能是一宗普通的車禍 但因為戒款車有現金 結果現場氣氛相當緊張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今天途經上指 看到那件事的發生 另一邊雙也說說疫情方面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伊麗莎白醫院31個月大的男童 確診無打針 正在留意PICU情況危殆 報道的內文是感假一名31個月大的男童 在昨天10月17日因為發燒到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求診 測試證實對2019年冠狀病毒病情陽性 男童並沒有接種新冠疫苗 目前在醫科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 情況危殆 接種新冠疫苗能有效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保護 以抵禦2019冠狀病毒病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 醫管局呼籲家長盡早安排小朋友接種新冠疫苗 另外屯門醫院康復大樓一個矯形及創新方 康復病房一名90歲的男病人 10月13日經檢驗確診 醫院展開接觸追蹤調查 發現同一個病房多三名 分別是55至74歲的男病人到確診 醫院正在調查有關個案的關聯 31歲的男童正在留意兒童深切治療部 希望各位網友幫忙閘氣 希望這個小孩大捕纜過 估計他的家人一定是相當相當之憂心 另一邊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抽查揭發羅氏基金護幼中心是涉及若宜案 社署就說機構已經暫停職員職務 報道的內文是 再有兒童院社傳出職員懷疑若宜事件 社會福利處幼兒中心都到了督策 在日前突擊巡查人制醫院 羅氏基金護幼中心寄宿社 在翻查中心閉路電視錄影片段的時候 發現懷疑若宜事件 隨即通知刑辦機構 並進行初步調查 社署發言人回覆AM730指 事件涉及一名職員和一名男童 那名男童已經送院檢查 而刑辦機構已經暫停說明職員的職務 社署已經要求刑辦機構嚴肅調查及提交特別事件報告 並將事件交給警方更準 社署亦在昨日完成檢視中心裏其他所有兒童 確保他們的安全及健康情況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不知為何近期這些若宜案 好像病毒一傳十十傳八 再揭發一宗涉及另一間中心的若宜情況 是突擊巡查見到的 不知事件內情如何還要有待調查 令編商和各位網友說說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巴士乘客開大喇叭打機 港男好聲勸他但被一句寸爆 網友推著招反擊 報道的藍文是這樣的 各位港男在Facebook群組大報發貼文 之前10月16日乘巴士時遇到後座乘客打機 開行喇叭非常吵 於是好聲好氣叫他把音量較小 對方表示你要靜就坐的士 令到他大感錯惡 就說今時今日香港人的舉止態度真的變成這樣 還是我很多事呢 鐵文引來網上熱烈討論 網民差不多一面倒支持這位事主的做法 認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之上 開大那個聲量是很擾人的 就說很多人都是這樣自私 也就說要吵當然是自己開車 也都有人分享自己的必勝法 就說我試過了 好聲好氣叫他細聲一點 他不領我 之後我開行喇叭 放在他的耳邊 他就說我瘋了 然後就下了下層坐 這個回覆獲得超過500人的讚好 就說對呀 對這些人是要這樣的 也都有網友說我試過用這一招 不過是兩部手機 開著往生就這樣說 有網友就建議下次開佛經更加有用 對著那個人的耳邊去播 但只是說笑而已 以免稍後雙喊不好口 突然之間又打架上來 真是很難說的 這個世界 但這個人其實是好聲好氣勸的人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那個人不允許 就說他回頭 只要坐的士 為何不是反過來跟你說 你要開聲不如你自己開車 所以這個情況的確是反映 香港地製什麼人都有 一樣米讓百樣人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